又有了世紀天梯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敗戰體能對上敗戰體能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河流分水嶺 最近敗戰體能在天梯上的出現率非常高 這只要是因為紅牛盃準備要來開打了 現在所有的職業選手們都在準備這個大賽 敗戰體能身為文明來說,他的特性 大家一定覺得很疑惑 敗戰體能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那為什麼那麼多人還選呢 所以主要是他有敗丹廷聖騎兵 最全面的騎兵之外 而且他的弓兵也是全滿的 甚至他的槍兵、戰卯、駱駝還有折扣、劫免 而且地龍時代有非常多的折扣 要打樹地的強攻路線 是在現今的META來說是很適合的 現在其實劫兵是越打越快 已經很少會在大家農到120、150的時候 來進行決戰 可能80幾村就會點下地龍時代了 所以這個效果讓道德來說 讓兩邊的來說 都是這個敗戰體能 都是一個很好的效果 好 那前期的部分呢 薩斯人還是比較 敗戰體能還是比較適合打槍矛路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道德這邊是已經選擇了走槍矛路線 現在哈特則是準備了一些肉碼 好 肉碼還抓掉了一村 沒想到開局還有拿到一村還不錯 好 地龍戰爭模式 現在大部分的玩家還是會選擇 圍死策略 好 那這邊圍死有個細節 他不能直接這樣子圍到底 是因為這邊有運輸船 兩邊開局時 都會有自己的運輸船在 那如果你把這邊圍到底的話 自己的運輸船 就可以直接從這邊把兵運進去了 這樣變成有為跟沒為一樣 所以為什麼道德能 會把這個圖圍圍成這樣子 這是這個原因 那我覺得這個算是 這張地圖的一個細節 如果要圍架的話 就不能直接圍到底 好 那現在道德能是點下輪軸技術 經濟還是走的比較負重一點 哈德這邊是選擇了上城堡時代 好 原來哈德並沒什麼出兵 只出了一些 肉碼 跟這個毛兵 因為道德呢 則是 為人家的關係 所以經濟沒那麼好 所以我們一直在說 為家傷禁忌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不為又很難受 這就是世紀帝國最麻煩的地方 為了也不是 為了也不是 都有自己的優缺點在 好 哈德這邊 城堡時代點下之後 待會就可以開始轉出 奴兵 或者是駱駝策略 或者是直接繼續打槍矛 也是可以的 先把槍兵解決掉 毛兵兩邊互打 要來前置臭命的嗎 應該是要前置BK 攻城期製造所 好 半張堅點下的戰毛兵 二級射 還有拔木技術 二級拔 目前的狀況 對於 道德來說 是比較劣勢一點的 最主要是 自己生時代稍微慢了一些 所以有這一波的 節奏上的問題 但是這個節奏 看起來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就還是 穩起來了 好 現在有戰毛筆 待會家裡可能要補槍 兵破駱駝 那我是覺得 道德同族內戰時候 遇到這個情況 對方出駱駝配毛病的時候 自己也出駱駝會比較好 但是他這邊是選擇了射箭塔 那道德這裡比較凸的是 這裡直接是渡河過去 然後拍下的TC 3TC開弄 好 先轉一個 風塵清招索 防守一下 駱駝的數量其實有點小脫囉 好 防止體能 這邊繼續出毛病 但這邊投石車也要來了 看這一波能不能打到一點東西 好 正面全部棄手 先把牆壁全部拆光 其實哈特應該也不是真的想要通路進去喔 只是想要給點壓力 因為我覺得哈特他的目標應該還是帝王時代阿 畢竟班辰天人帝王時代很快 即使這裡不打出 把這個承認中心打掉 還是有不錯的戰果在的 好 再看他投石車兩邊互打半血了 這個換掉嗎 換掉了一台 哇 道德被換掉了三台 哈特有 呃 毛病出來又收掉了一台 哈哈哈哈 裡面居然藏了兵力阿 好 這坨戰毛 先過來防守 騷擾一下 嗯 哈特趕快來台投石車 緊追在後 好 結果投石車又被哈特給換掉了 好 道德現在遇到投石車只能先撤退 好 哈特果然點下帝王時代 特略上來說 這邊拼帝王會比較好 好 投石車再互打一下 哇 一出啊 又被換掉 哈特的投石車 真的是 碰得很好 好 結果戰毛直接溜進來 開始騷擾 好 到了一村 好 投石車又砸到戰毛 這邊高打滴太麻煩了 就算打插邊球都很容易一擊 擊掉 投石車 這就是高打滴的優勢 哇 這個戰毛沒有辦法 投石車又被換回來了 又再高打滴 又換了一台 哇靠 哈特這台投石車已經砸死16隻的單位啦 投石車至少也砸了3台左右啦 不然這個開局對於道德來說相當不利 又要再被換掉了嗎 哦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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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投石車不管 你投我 我繼續出 好 但是道德這裡被壓制的關係 確實升時代還是慢了3分鐘 哈特這邊的問題是升到電容時代 並沒有挖城堡 所以沒有城堡就沒有巨頭 沒有巨頭暫時這部分 就沒有辦法繼續攻城 除非要靠投石車開始往前 好 明顯的狀況對於道德來說相當不利 雖然早早開下了3TC 坑米樹跟哈特其實沒什麼太大差異 在這裡被壓制的關係 村民沒有辦法安心的工作 好 打了一發 換掉投石車 哇 這個修的回來嗎 沒有辦法 臨時前換一台 賺到了 OK 哈特現在 這一波還不賺太虧 投石車有換掉就還行 到這裡想往右走 但是有城堡 不知道 直接被換掉一台 雖然哈特換移速度很快 但是投石車還是被解掉 那這隻派的路口過去 結果路口遠地發呆 變成標板 好 騎士過來 騎士目標是解投石車 好 沒想到跟起兩邊打著重修 哈特在哈特家裡的兵力應該是被解掉了 好 第五時代以上 現在是點下了化學 ART則是點下了 印刷技術 好前面大量毛兵直接兩邊互打 這坨毛兵可能是要故意送掉的嗎 我感覺看起來怪怪的 好 現在DOT點下了三級色 先把這毛兵的防攻擊力先提升好 好 HART這邊還點下了敗人體聖騎兵 耕耕技術 應該是要打聖騎兵了吧 那輪功技術跟神學政治也繼續賭下 把這個生理科技也補好 好最後這個神聖中心還是被拿下了 好現在這個狀況對於HART來說是比較有利的 這實在剩的快而且這些鐵已經不能用了 這就意味著DOT在這一波的交換之中 已經損失了一千多的木頭 好後防這四隻駱駝 要怎麼辦呢 HART這邊三級的弓兵鎧甲也補下了 好換掉兩隻戰毛兵 又打了一下 好預判一下 哇完美 到這個火炮預判 好右邊又補了兩根城堡 結果進攻方向開始往右邊走 這邊不繼續往前了嗎 好這邊先把這隻村民處理掉 來蓋少戰的村民 現在HART點下了精銳 敗戰亭勝騎兵 果然還是要走這個路線 這邊敗戰亭在內戰時候駱駝對打的情況下 敗戰亭勝騎兵是更有主動權的 但不管是要打駱駝還是遊俠 或是輕騎兵喔 都是有點五五開喔 但是敗戰亭勝騎兵的話 是在這些單位之中的 最強的選項裡 河流分水嶺這張地圖 黃金算是比阿拉伯多一些喔 這個野礦其實很多喔 趕緊去挖的話 黃金上次應該是能應付得起 敗戰亭勝騎兵的升級跟造價 好兩邊都是點一下 精銳敗戰亭勝騎兵 現在二級馬海三級馬海 也要趕快先提升一下 好這裡出動了 導特的霸彈神騎兵先出來 但是哈特後方位有僧侶 這個僧侶很麻煩 霸彈神騎兵是沒有品種的 騎兵單位 這輛其實蠻薄弱的 而且還怕見死傷害 哇 沒有三級馬海被戰毛兵打 好像有點過痛了 雷波又再衝不進來 後面投車車打了一發 再往前走 後方霸彈神騎兵拿下一台動車 等正面招戰之後有點打不太贏 OK 沒有三級馬海太虧了 這些戰毛兵的傷害實在太高 第一次看到戰毛兵打 霸彈神騎兵這麼痛 OK 霸彈神騎兵點完三級馬海 至少有五點反目力了 那戰毛兵是七點 所以現在打一下只有兩滴了 剛打一下四滴血 四滴跟兩滴的差異還是很大 好 那道德現在看到自己有點劣勢 決定要把自己的敗體正騎兵 先拉到哈特家裡 先行騷擾 那這個也是司機利果比較常用的打法 既然正面打不贏那就偷家 這是一個很好的判斷 畢竟把戰場性肯的拖到對方家裡 那如果對方一直把兵力補支援到這裡來的話 那正面就有機可乘 但是哈特他也是老練的玩家 他也知道現在道德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家裡的部分並沒有把兵力補 往後補 好 兩邊對打 道德後面的兵力最後還是被包夾掉了 好 反正聖騎兵 現在數量開始慢慢回到了正面 這三台火炮 想要嘗試解掉這根城堡 要是能解掉這根城堡 道德就有點機會了 好 但如果這一坨聖騎兵回來正面的話 道德的正面能夠擋得住嗎 道德中點下了金罐 後勤科技 哈特這邊還沒有點 有後勤的話 傷害值又差很多了 好 這裡 把特命給拉走 已經看到人家來了 這裡有燒彈了 好 後方黃金 小心 這三台火炮要小心 還好後面有城堡應該問題不大 但是 好像還是有機會拿掉一台喔 哇 一台被砍死 好 這裡再回去繼續防 現在哈特並沒有大舉進攻 工程器並沒有帶的太多 這是什麼 欸 這不是致敵嗎 還是 道德剛剛預判的 哇 剛才是道德預判的樣子喔 哇 直接省了一堆戰毛兵 好 現在拉半停聖騎兵 現在繼續騷擾當中 但是哈特現在 也點下了後勤 那現在 兩邊如果開打的話 就有點誤誤開了 那我覺得在半停聖騎兵 內戰的情況下來講 誰有森旅的那一方 誰就更優勢喔 畢竟可以招搶敵方單位之外 還可以讓這些 殘血的半停聖騎兵 繼續裹下來 那其實就算沒有森旅喔 半停人喔 他也可以直接住進城堡 使用這個免費的草藥治療 進行鬼血 所以這個效果 對於半停人來說 算是一個 全滿科技的僧旅狀態 哇 你看這個血量 拉得很快 殘血的全部 拉了回來 血量又要滿了 喔 但是 等一下喔 道德的半停聖騎兵 吃量好像更多 7000多滴 最上6000滴 但是後方有僧旅 阿桑這邊點下了救贖師掌 待會就可以招搶火炮 那些火炮確實有點麻煩 但是現在三台巨型偷襲 給的壓力很大 現在沒有辦法有機會 抓掉巨頭 因為後方在攻城 但是 敗得起身前面 決定往後 但是要往上 但是道德下方已經出動 上方也是出動的一桌 兩邊決定要正面開戰 這一波的開戰 有點大 範圍有點大 好 上方也在打下方也在打 你的半停聖騎兵 兩邊的血量掉得很快 目前看起來 道德上方是有優勢 但是下方快要死守 但目前上方的火炮 也在瘋狂速度當中 但是沒有先去偷掉 巨型偷襲 害怕生理的關係 就是由道德 打贏這面部隊 但是右邊的城堡 要被拿下了 就是用半停聖騎 直接上前 硬收掉了一台巨頭 看城堡 還是沒有拿下 好 上方的兵力 五台火炮 現在被半停聖騎兵 開始追打 最後 道德的半停聖騎兵 全部倒在了 哈特的城堡底下 這一波招戰 最後是 道德 以 失敗 為收場 已經這城堡掉了 而且主力部隊也全部 喪失殆盡 不像哈特 他的僧侶還活著好好的 他可以讓這些 殘血的 騎兵們繼續補血 軍力要重著 還是比較快速的 但是對於道德來說 只能從零開始 繼續重新造 新的 敗得挺身騎兵 而且現在生旅 有救贖思想的關係 火炮也沒有辦法 很好的 繼續進攻了 只要一進攻 就有可能被招想 好 這一波 應招 沒有打算回頭 沒有打算回頭 好 這裡小心喔 有人在招戰毛兵的話 要小心他突然回頭 招火炮 所以變成瞬間遭響 這裡難道是要把 830兵運過去嗎 他感覺要運很多次才行 好 哈特這邊看 短度一些軍事休息 這個位置有點卡 火炮努力在Poke當中 打掉了一些血量 都BK 終於拿下 這裡右邊想要出來 但是被哈特有看到 哈特現在封緊神經 看道特會從哪個地方出來 我就招想 黃金部分已經快挖完了 道特的黃金只剩下這一塊 15個人挖最會一塊黃金 哈特這邊還有53個人在挖黃金 這真的是太舒服了 中間這個礦 被哈特拿下來 黃金差異就被打出來了 完蛋 這個城堡 拿不下來真的很傷 最後哈特使用大量的半死聖騎兵 直接往前壓制 不管了 這不過要直接硬殺 後方道特的半死聖騎兵 想要從後面突襲 但是略起一隻聖騎 直接硬招 招到了七隻 啊不要五隻 半死聖騎兵 但是正面的半死聖騎兵 還是很努力的往前突進 炸掉了大量火炮 火炮最後一台都不剩 全部被哈特給拿下 但是自己上面的半死聖騎兵 已經快不成軍 等於後方 半死聖騎兵 又來更大的一波 但我覺得 道特這一波要打贏 應該是沒什麼希望了 阿特這邊開始嘗試轉出一些火槍 想要來 為自己的部隊 有一些後排的火力 但是 現在轉火槍的話 就意味著半死聖騎兵的數量會不夠 而且現在已經要斷晶了 斷晶的情況下 沒有半死聖騎兵 可能正面會直接被輾過去喔 好 但這邊勝率還在招 CD完之後 繼續招翔 又招到了兩隻 敗戰停聖騎兵 哇 這一波招翔 讓哈特已經獲得非常多的戰果 到最後一波 想要轉出戰毛兵 並沒有打算放棄 只要城堡不掉 我就還在 那這塊黃金 看來還是能挖到非常多的黃金 哈特黃金兵 遠遠不覺的 又噴了出來 又有45隻的敗戰停聖騎兵 反觀道特 只剩下17隻的騎兵 可以守住 好 後面這裡還有一隻敗戰停聖騎兵 在偷抓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 好 三巨頭下了起來 來了 哈特陣騎兵 劍狀先往後拉走 正前方的城堡 想辦法修起來 轉出了一些肉麻想要裝生女 但是沒機會 欸 還砍到了幾招 有機會 但不多 好 看 五台巨頭 蛤 五巨頭直接硬拆 這個還是要被拿下了 三巨頭應該就錯過我運 但五巨頭更快 成功拿下這根城堡 道特失去了城堡 對面對班城堡 神聖騎兵的大軍 該如何是好呢 雷波帶往前走 再來 虧姆頭去自滴戰寶兵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哈特 拿下比賽這裡 哇哈特這邊 控寶控制員 控得很好 我覺得這邊有個細節是 他的城堡 並沒有插得太前面 一般人玩家 都想要把城堡 直接插在臉上 其他吃大很飽 當然這根城堡 也確實讓哈特 變成了關鍵 由於班安庭人的特性 是建築物的血量比較多 你看他這個建築物科技 全部點滿 血量高達8000多滴 承住了三台火炮 五台火炮的工程 只要這個城堡 一直在的話 這個黃金 就會變成自己 可以一直挖 我覺得這場關鍵 應該是這根城堡 作為比較細節的部分 正常的對決來說 道特轉兵 我覺得沒問題 但我覺得哈特的僧侶 也是做到非常多的效果 一直在後面遭響 給道特的火炮 還有班安提升旗兵壓力 所以讓道特不能出現 有失誤的狀況 只要一失誤 就很容易被逆轉 那我們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這邊 哈特拿下15 黃金石料的勝利 木頭雖然輸了一些 但是黃金卻也是贏了 快要6000 大概5000多 沒有想到 哈特贏了5000多黃金 但道特也不容易 輸了這麼多黃金 還可以打到這麼久 雖然還是最後輸掉的比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不要忘記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不確定這個影片 還是先來一下 先來一下 我們 como來一下 可以詢問一下 我們這種問題 我們全部都要選擇 我們是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充足的 我們可以充足 我們可以充足 我們可以充足